咱们要按时吃早餐的啊 鼻子上还有那个鼻涕应该昨天没有插到啊 这般的说不太好插啊 谢谢我们新的小女物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 多久洗一次澡 我们宝宝的话 她是自己想泡澡的时候就会泡澡啊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 新安这边的话 光线要比较好一些啊 来 宝宝 再来喝水 咱们新安宝宝的话 她就是比较圆润啊 比较圆润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 还你吃了吗 还你吃了啊 吃了 谢谢我们不玩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啊 这是我们美丽漂亮的 新安宝宝啊 我们新安宝宝的话 她特别聪明啊 特别聪明的新安宝宝 咱们新安宝宝的话 小时候啊 他会先把自己的吃的啊 藏到那个下水道里面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沟里面啊 然后 然后等那个把其他小熊的东西吃完了 再吃自己的啊 所以说她有个外号叫聚宝沟沟主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 是的 他那是在基地的时候啊 基地的时候 咱们的小熊的话都是一起养的嘛 然后他把自己的那份吃的啊 先放起来啊 先藏起来 先把其他的小熊的吃了啊 再吃自己的 当宵夜啊 所以说咱们新安宝宝是最漂亮的 最好看的啊 最聪明的宝宝啊 长得是最白的啊 肤白貌美啊 来 好吧 咱们再过几天啊 再过几天我们宝宝会给他吃特别大的笋啊 比那个鸡腿笋还大 最近打雷啊 打雷下雨啊 下雨这个笋马上就长出来了 饿坏了 没有饿坏啊 早餐他自己还忘了笋吃呢啊 他都已经睡觉了 看到奶伴来了 心想这个早餐必须吃啊 鞋打的彩虹气流水的嘛 咱们新安宝宝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啊 我是心安 我最美 我当我们的口号我还记得的啊 是是这样的吧 没有记错啊 肤白貌美大长腿 我是心安 我最美啊 这是咱们新安的口号 华丽宝宝的口号还没有响出来呢 这个口号还是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响出来的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啊 大家如果喜欢买宝宝的话 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 这肯定的呀 咱们宝宝播水也是专业的啊 来 宝宝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华丽 华丽 大美丽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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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丽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咱们新安宝宝才吃 一分钟不到的 哪里能吃了啊 这才开始呢 刚才才在睡觉啊 我过来才醒的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啊 这是咱们最漂亮 最白 最好看 最美丽 最聪明的新安宝宝 新醒的喜安静的 人见人爱华贵妃 这个也可以啊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对的 才是不是两三颗呢啊 咱们已经换了一只熊了啊 不是刚才我们的华丽公主了啊 这是我们的新安公主 大家总说咱们宝宝吃饭时间长 那是不是就是有时候退出去了啊 咱们华丽宝宝吃完了 然后又进来又看到我们新安宝宝吃啊 然后你以为是一只熊啊 就是说感觉吃了很久 咱们两只宝宝吃饭的时间段是比较短的啊 我在皇帝那边也是这样说的 你可不要乱说啊 被我们的新安宝宝看见了 这可怎么办啊 谢谢大家的小女傅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啊 我们这边的话就两只熊猫宝宝啊 刚刚好啊 我觉得两只是正好的啊 咱们五个奶爸超过两只熊猫 呃 就是呃 时间会比较多啊 比较充足 对吧 呃 熟猫的毛的话去比犬猫的毛要稍微硬一些啊 来吧吧 来 来个这个 这个你喜欢吗 来个鼻桶 鼻桶笋 谢谢大家的小女傅啊 谢谢大多门宝宝的喜欢 这是我们美丽漂亮 优雅聪明的新安宝宝 那种笋不喜欢 来吃这个 有时候会左右患者吃啊 你看现在不是左右患者吃了吗 有时候的话就会在一边啊 你看我们小伯伯他就是左一下右一下的啊 来 再来一颗 伯伯 对啊 咱们这水汪汪的大眼睛啊 这圆润的脸心 这漂亮的耳朵啊 呃 他们来长多几年了 嗯 来我们江苏省聂阳寺南山珠海的话 呃 马上有8年了啊 是16年来的啊 16年来的 但如果喜欢我们的宝宝的话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 咱们有时间的话就会给大家播一下我们的大熊猫吃早餐 哎呀 你看左一下右一下子啊 咱们这漂亮的小宝宝啊 给他切一块的窝头啊 咱们看一下今天吃窝头吗 窝头留到最后吃了 来 宝宝 再来一口水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宝宝的话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这是我们最漂亮最美丽最可爱最萌 最白的小熊啊 最白的心安宝宝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 谢谢大家的小星星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咱们宝宝马上要买11岁了啊 嗯 哪怕才11岁呢 肯定是宝宝啊 哪怕他21岁对吧 31岁41岁啊 他都是我的小宝宝 对吧 宝宝 咱们最长寿的大熊猫是活了31岁啊 希望我们的现在宝宝和皇帝宝宝能够能够这个突破这个记录啊 能不能够 怎么能 活得更久啊 谢谢我们大家的小礼物啊 最长寿的是活了38岁啊 但是我们现在和皇帝宝宝的话 一看就是以后也是最长寿的大熟猫宝宝啊 咱们 非常的健康 对吧 非常的漂亮 然后吃的话也是吃得非常的均匀啊 饮食也是吃得还可以啊 我觉得是有条件的啊 有条件的 呃 最长寿的大熟猫是活了38年啊 熟猫一岁的话也是按一年来算的 呃 平均的话只能活到25岁左右啊 大熟猫 圈养的大熟猫的话 野生的大熟猫的话 平均只能活到18到20岁 会梦到心安吗 梦到心安带着他的那个小推车啊 咱们去追游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呃 是的啊 我们先宝宝的脸要稍微圆润那么一些啊 呃 每只小熊的话 两只小熊都有自己的特点啊 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美丽 非常可爱的小熊 咱们华女宝宝的话 她身高比较高 对吧 睫毛非常的长 耳朵特别的大啊 脸也特别的漂亮啊 心安的话就是脸特别的圆润 耳朵比较靠厚 长睫毛掉了 那马上又长出来了啊 谢谢我们检验的花环啊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 谢谢大家的宝宝的喜欢 来 宝宝 亲爱的脸是不是修过呢 肯定没有修过呀 咱们宝宝的都是自然的脸型啊 不用修都是最漂亮的宝宝啊 最美丽的宝宝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宝宝的话 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 咱们有时间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大熊猫吃早餐 是的啊 咱们天生丽自啊 出生的那一刻起啊 咱们就成 就知道咱们是肯定是最漂亮 最美丽 最好看 最萌的小熊啊 咱们宝宝还没有呢 还没有 睫毛最近 呃 被他牢了啊 等过两天又长出来了 咱们的睫毛长得还是非常快的啊 你看咱们水汪汪的大眼睛啊 今天眼睛好大啊 前面洗完鼻子 感觉还是阳光太刺眼了啊 今天的话就没有阳光 然后咱们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非常的明显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嗯 来宝宝 怎么不眨眼 那肯定要展示我们的大眼睛啊 对吧 来宝宝 再来一颗好的 大瞬 这么漂亮的大眼睛 干嘛要躺着吃了啊 要开始享受了啊 哎呀 我们不愧是最勤劳的这个大手猫宝宝 吃饭都不忘记我们的仰卧起坐啊 非常的自律啊 谢谢我们不玩的人计票啊 对吧 多勤快的大手猫宝宝啊 咱们吃饭还要仰卧起坐呢 嗯 咱们做一下仰卧起坐啊 那不起 那是腹部力量还没有练到位啊 所以说就要多练嘛 咱们就是练一下腹部力量 对吧 所以说要做一下仰卧起坐 等一下 还在韵两啊 还在启动啊 肌肉还没有收到这个的指令 等一下马上咱们就做起来了 咱们这是a4摇啊 对吧 熊猫界的a4啊 你看这不是仰卧起坐一下 就起出来了吗 对吧 咱们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的强的啊 一下子就又做起来了啊 华丽应该睡觉了 华丽宝宝应该睡觉了 你看咱们说了吧 我们宝宝是最勤快 最勤劳的小宝宝啊 这仰卧起坐做的尴尬的啊 现在宝宝马上也是要满11岁了啊 咱们肯定是a4腰啊 对吧 要是你的a4腰和我们的宝宝比起来的话 你的a4腰 比较细的话呢 肯定是你的那个a4子不对啊 不对 咱们说的是熊猫界的a4腰啊 11岁还是个宝宝呢啊 谢谢大家的小女物小欣欣啊 谢谢大家的宝宝的喜欢 现在妈妈的话是壮妹啊 爸爸的话是圆圆 咱们还有个双胖胎哥哥啊 叫欣雅 来 爸爸 咱们一出来就是我们的奔驰的大小姐啊 奔驰的大小姐 所以我们一下子 可是奔驰的宝宝那样的大小猫 他哥哥没有在这里啊 他哥哥 初始外面去了啊 在荷兰啊 贺兰